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在1989年開始 我能夠很榮幸地 很開心地能夠入到浸會大學的中節系 於是經過了三年的大學生活 畢業之後很順利地在一間佛教中學 任教佛學科 到現在不經不覺都已經26年了 其實當時入讀中節系 也有些同學會很擔心 因為我是佛教徒 我又不是打算做尼姑 或者不是打算做一些跟宗教 例如說在寺院裡面的工作 那會不會找不到食物 所以其實我的朋友很擔心 但我自己又不是很擔心 原因是因為進來浸大 在這三年裡面的訓練 除了學了很多東西之外 就認識了一班很好的朋友 於是就過了一些很愉快的學習生活 也充實了自己 令自己對自己的工作 對自己的未來 其實是充滿了信心 所以就覺得這三年 是過得很開心 和很難忘 亦有很大的得著 我考A級的時候 只是入廠 入了兩次 我當時也很徬徨自己 究竟讀什麼書 很感謝中節系 收了我進來 我覺得人生 都是真的很不一樣 以後的人生 真的因為中節系而有些改變 大學階段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 是由讀書階段轉到一個社會階段 其實中節系提供給我的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開闊了我的視野 以及它不是用一個很短暫的回報給我 就是說學完的東西 出去就有多少人工 那些課程讓我能夠更加的 去分析自己人生 也更加站得高一點 去看看究竟我們 人生是應該怎樣去看 以及給了我們很多方法 多角度去瞭解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個中節是給我一個很特別的轉折 而今天我因為去做扶貧 救災、社會的發展 做一個NGO的工作 其實對我怎樣選擇幫助哪個病人 開哪個項目 怎樣去關顧一個少數民族 其實這些東西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在1992年中教之後畢業的 當時我是想找一個教書的職位 接著這樣的情況 我就轉移了去做一個商業工作 當時我找到一份MTV的工作 是做一個行政助理的 嘗試去做一間銀行的工作 在那個時候 很幸運地 就被他選擇了做一個會計民員 老闆都給我機會 可能是因為我肯學肯做 自此以後我做了一個職位之後 就不斷去充實自己 我都會讀了一些文憑課程 學位課程 甚至考一些會計師的工會的會試 一些風險經理的事 宗教系的訓練裡面 他介紹了很多抽象的概念 到將來出來工作或者學習的時候 面對一些比較現實的知識的時候 就會更容易掌握 其實他這些宗教哲學系裡面的紀律訓練 其實幫助我將來去繼續進修那時候的效率 第一件事是不要覺得自己這一科 讀這科就是很差勁、很沒用 其實是因為最重要是喜歡 當你喜歡的話 你是會讀得好 讀得好 你自然很有信心 無論做什麼工作 都是會有幫助的 不要覺得在讀完這科之後 一定會死定了 沒用的 浪費、廢的 如果有這樣的想法 就相當糟糕了 所以 我希望人們真的喜歡宗教 喜歡哲學的 對倫理有興趣的 才去報讀 這是很重要的 我不如反過來說 哪些人不適合讀中節系 第一 不喜歡看書 第二 不喜歡思考 第三 不喜歡花精神跟別人討論 第四 不喜歡寫作 第五 想什麼人生意義 最重要是賺錢 我想這幾種人未必適合讀 但是 又適合什麼人讀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也有趣 或者對我人生都有意義 我也想 讀一些東西 在用幾年時間 讓自己更找到我 前面應該怎樣走 我覺得中節是起碼給你一個 一個優質的 一個學士學位 你又可以透過這樣鍛鍊你的文字思考 亦都認識一些 喜歡想法的朋友 以及一班很好的老師 我覺得這樣 應該這些選擇讀中節系 是你的優質之選 我想最重要就是說 在中教肆學系裡面 最好就能夠努力去學習好本科的知識 但是技術還要去留意 其實社會上的一些政治、經濟和社會議題 因為這些議題 都會幫助你將來掌握更全面的社會問題 亦都更加有效 去幫你表達自己 去成為一個有效的工作 我其實基本上 以前是一個很膽小 或者其實不是很懂得跟別人分享的人 但是進來中節讀書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是 其實令我開了很多眼界 因為他們會告訴我 其實世界原來很大的 變成你就會發現自己 原來是可以跟不同的人溝通 你也是學會 其實會幫別人去想 當你學得越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 個人越來越謙卑 人應該是留意自我實驗 以及應該是有自己的創造能力 我們的學習 在中節其實非常之愉快 我是DSE第一屆的畢業生 DSE放榜之後 雖然成績不是太好 不理想 但是最後我沒有放棄 去選擇了讀副學士 之後不斷的奮鬥和拼搏之後 最後成功入了大學 最後更加以一級榮越畢業 入到來之後 發覺老師都是很熱情 經常請我們吃飯一起去 參加一些讀書會 教我們怎樣閱讀 怎樣去學習 同學關係又非常之相處融合 大家經常都是上完課 一起去吃茶 其實入到這個學系 很明顯就是 顛覆了我以前看事物的感覺 而動之以程 曉之以理論 情味兼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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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